一年一度的双十国庆即将登场 中央广播电台今年独步全球 将使用食物中语言 同步网络直播蔡英文总统的国庆谈话内容 华语听友请锁定10月10号星期四 上午9点10分到11点30分 我们将透过网络影音与七个中短播频率 及时转播中华民国双十国庆大会与序幕表演 并且邀请学者专家 现场分析蔡英文总统的国庆谈话 10月10号上午9点10分 请锁定央广网站www.rti.org.tw 广播听友请使用中播1557千赫 短播9565千赫 12100千赫 15490千赫 15530千赫频率收听 另外英语日语的国庆转播 则会在当天的上午10点到11点现场播出 日语听友请使用短播15765千赫 英语使用15665千赫收听 10月10号上午9点10分 让我们一起携手世界台湾要飞 追求更好的台湾 早安台湾 正吃着什么样的早餐 十四家国推荡 要一口然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 早安笔记本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台湾之音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 我是夏志平 今天是双十节 在董东府前的凯达格兰大道上面 有一连串的庆祝活动 等一下在9点20分的时候 央广也将为您及时转播相关的庆祝活动 而除了今天在广场上面 蔡英文总统的谈话和表演活动之外 前天志平在节目里面介绍了 今年的光雕秀 另外还有一个重点 其实也是不容错过的 那也是今年国庆的主事决 同样是受到了瞩目 国庆的筹备会 日前在中华民国国庆在脸书上面 首度公开了2019年 也就是民国108年的国庆主事决 大家也许要问志平 今年的主事决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还有它的颜色 怎么完全没有大红色 这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转变 我们看到今年的主事决 还有动态的logo 其实是有两个色调 一个就是绿色 一个就是紫色 那么主办单位是把这个绿色跟紫色 定调为大地绿 再搭配热情紫 也许您会想要问说 什么叫做大地绿 什么叫做热情紫 它们搭配在一起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今年国庆主事决的设计理念就是 携手世界 台湾要飞 特别呢 把双十的符号设计成像箭头般往右上前进 这也象征着台湾追求进步的脚步是不曾停歇 好 那还要更好 主色调的部分呢 则是以夺目的大地绿来展现台湾人的积极活力 抢眼的热情紫也秀出台湾的友善好客 除了主色调之外呢 还有缤纷的蓝色 定 黄 橘 这些个辅色 就如同这一片孕育我们的土地包容着多元的声音 造就了无限的可能 有一个问题啊 剧品已经注意了好久了 那也就是啊 和三十年前相比 剧品那个时候刚来到央广啊 每一年呢 都要采访国庆活动 呃 当时啊 谈到了国庆日 大概只有大红这颜色啊 一定是要在这个牌楼里面 还有呢 字体呢 也是方方正正的 并没有什么变化 而如今啊 国庆的主视觉 变得非常的活泼 色调呢 也不再局限于过去的红色或金色 特别是各位听众您还记得吗 前年制品为您大幅报道的 嘎吉德亚的设计概念啊 进入了主视觉的表现当中 可以说是一片较好 于是乎啊 三年来 每一年的主视觉或者是动态的logo 都是很有新意的 而制品今天要在节目中为您探讨 这些设计风格的转变啊 越来越受欢迎了 这代表什么样的意义呢 来 今天我们早上为您来连线 软型设计的平面设计师 叶中仪 设计师您早 各位空中的朋友们 大家早 我是叶中仪 是 谢谢您一早接受我们的访问 其实一开始我要请设计师 跟我们说 今年我们看到国庆的主视觉上面 用这个绿色跟紫色来搭配 大地绿搭配上热情紫 那么另外呢 我们还看到了就是有关于这个箭头 箭头的活动 箭头的活动 其实也代表着双十符号上面所传达出来 台湾追求进步的脚步是不曾停歇的 根据过去的经验 这主视觉在公布以后 引发了很多的讨论 那么有些人认为说 新潮的设计突破了传统的框架 那有些人会觉得说 主视觉完全没有台湾的元素 怎么样能够代表台湾的双十国庆 设计师我想先请教您 过去您曾经去年也曾经设计过这样的图案 这样的一个主视觉 那么对于今年的主视觉的设计 您有没有什么样的看法 这是第一个 接下来就是对于这样一个民众 对于审美的观念的改变 因为一开始 它不是大红就是大金 后来转变 对 转变成这么多的颜色 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其实在台湾 你要做颜色这件事情 其实是蛮让设计师枯早的 因为你不管怎么做 永远都会有镇止意涵的解读 你要怎么去摆脱实在是很难 无论说 尤其是我在去年做设计的时候 我有面临到 它与其单一的颜色会被政治灌上一些特定符号 那不如就缤分好了 但是缤分了 可是可能如同大家去年看到的 就是可能有时候民嘴啊 他们就会开始把颜色的比例多寡 开始是去思考 比如说每一个政治势力的关系 就是你不管怎么样都会有这样子 都有这样子被解读的部分 所以在今年其实我觉得有点误打误撞 还蛮特别的一件事是 因为今年不是用了蛮多紫色跟绿色 当然就很多年轻的朋友就会想到 这不是初号机吗 这不是福音战士吗 对对 反而很意外的那个政治意涵的那个符号 就被了被另外更强的符号给吸引过去了 然后这时候大家就说 初号机很不错啊 然后可能开始有人会灌输一些新的意义 因为可能一些了解动画 这个动画的朋友大家就知道 初号机毕竟他某种程度 也是在保护新东京市 或许换算这个意涵 他也可以保护这个新的台湾 对我觉得很意外的 好像把这些符号 慢慢的变成一个往好的方向走 我觉得今年还蛮好玩的 是 这些个意涵 其实也许我们老一辈的民众 他对于这个所谓的动漫的元素 不是那么的了解 所以他没有办法从那个角度去切入去联想 参与感可能会较少一些 对老一辈的人 可是就你们玩设计的朋友来说 这个老师们来说 其实我们一直不断的在接触 世界各国的一些设计的趋势 还有我们了解到 在对于这个新的族群来讲 说年纪轻的族群来讲 动漫对他们的影响太大了 所以这些颜色对他们来讲 其实是心里面很能够触动他们的感觉的 对不对 对 就如同去年我用游戏这个元素 只要是经历过游戏世代的老中情 我觉得就都会对那个画面 都是会有一种共同记忆 特别是像那个去年 感觉到有点俄罗斯方块的感觉的时候 对 其实还蛮多那样子元素的东西 对 其实我是这样 天哪 我手上拿了是不是那个红白机 我要开始玩俄罗斯方块 其实我心里面是很有感触的 好 那么这样子来看 就是说 其实啊 刚刚您也看到了 就是我们在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 也许会勾起您去年 就是在这些主事局所公布的时候 也许有一些民众会来酸这样的设计 这个没有红 怎么算国庆 怎么算生日 这个可是呢 接下来您在公布这个动态设计的时候 却又受到很多很多的好评 可以说是力挽狂澜 你怎么样去看待去年的作品 跟青年作品的比较 还有当然就是 每一年作品啊 都有它不可抹灭的一些价值嘛 对不对 我看到今年的东西出来了 然后我很 其实我还蛮开心的 因为我开心 但是去年尝试的一些突破 然后今年有被保留下来 比如说动态这件事情 因为这个本来就是一个很新的元素 像这个 对啊 这个元素 我觉得也很像是大胆的突破 所有人对于一般大众对于设计的一个想象 他们觉得原来设计不再是这么石板板的 这么平面的东西 而是它可以要动出来 然后变得更生动 然后突破很多人的想象 我还记得去年在记者会的时候 所有的记者朋友 因为大家其实都是没有参与过 哦 平面设计是到底怎么想的 他们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 一瞬间是那个惊讶感 那个声音马上就出来 哦 原来可以这样子玩了 我觉得设计这件事情 其实我觉得没有声音的才是会让人 让人觉得最难过的 因为我觉得设计这件事情 当大家都有声音 当大家都发表不同的评论的时候 我发现代表大家都参与其中 可是这个毕竟是国庆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是不分族群的 不分族群大家都可以参与 所以当大家都能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身为设计师 不管好雨话就是还蛮开心的 各位听众 今天早上的志评非常荣幸 能够为您访问到 卵型设计的平面设计师 叶中仪 他去年担任了 国庆主视觉的设计的工作 当然在去年我们看到这样的设计 虽然网友们有一些不同的意见 但是后来也真的是受到了大家的欢迎 特别是在今年的主视觉公布以后 我们也听到了很多对于国庆的主视觉的设计 也开始有进一步的想法 大家有开始进一步的思维 那也就是呢 其实像我在民国八十年的时候所看到的这些 参与的国庆活动里面 所拿到的 即使是所拿到的那份国庆手册上面 不是红色的就是白色的 要不然就是黑色 这三种色系去组合而成 那印刷非常的平面而简单 是非常的单调的 但是现在我们所拿到的这本本子上面 却看到了紫色绿色 甚至于还有橘色 这样的很多元的颜色在当中呈现 其实这带给大家很多的省思 设计师我想最后来请教您这个话题 所以今年我们这样看 除了主视觉之外 在凯达格兰大道的现场 这些我们也看到牌楼了 或者说是其他的这些设计 您对于它的整个风格的呈现 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看法呢 其实我看了一下今年 稍微注意一下今年的牌楼设计 其实也很大胆的演用去年的想象 因为以往对于牌楼来说 这件可能回到我去年 在思考牌楼设计这件事情 我一直在思考到底要怎么转换 因为对我来说 在我小时的时候 台湾就已经解缘了 所以牌楼这件事情 因为它在过去的 它的政治意涵多多少少 有一些彰显政府在位者的威权 它终究有一些些这样子的象征 所以当我在做这件事的时候 我觉得如果它一定是得做的 那么它是不是有可以另外一个符号转换的空间 比如说大家不认为它再是高高在上的牌楼 而是一个在路边的大型装置艺术 它是可以动的 不再是消耗预算 然后就印了些东西在上面 然后大家来来往往过了 然后就没了 我觉得这样子是很可惜的 所以当它可以变成 现在科技那么进步 整个牌楼变成LED面板 然后做了可以呈现很多的面板 我觉得这反而是让人很 我去年在想到这件事 其实是还蛮开心的 所以去年就会开始 比如说动画的结构 在那个牌楼上面 然后跟民众们做互动 然后最后再怎么样 藉由那个去跟大家说 历年的国庆的转变 的视觉是怎么样怎么样 它在上面还可以再去做一个回顾 所以同样的今年 也延续了这样子的形式 我就觉得还蛮棒的 而且我记得我去年 看到过马路的那个 比如说一些阿上 一些 长辈们 对 长辈们 其实他们也都挤在路口上面 一直在拍照 我本来以为说这个东西是 年轻人会比较喜欢的 就没想到大家就在那边拍 然后都觉得好好奇喔 我就觉得好像我达到了一个很好的 艺术沟通效果 是 设计师我有个比喻 因为过去我们在凯达格兰大道上面 所看到的这些国庆牌楼 其实每一个都很厚重 每一根柱子都非常的粗 对不对 四四方方的 然后呢 颜色就是刚刚我说的 那个非常死板的颜色 不是红的就是黑的 然后上面就是那个 灯泡这样一亮一闪 一亮一闪 了不起这样 那个字又是非常死板的字体 那么这样子来看 其实转变成现在不但变成LED的面板 然后上面还有这个 甚至于连 明年视觉的回顾也都有 对 然后连游戏也都出现了 小精灵 在吃那个点点点的 对 在去年的时候 对啊 所以真的不一样了 我特别是看待就是说 当民众愿意把美学这件事情 这样的观念融入到自己的生活里面的时候 那种带来的转变 其实是真的非常快乐的 你会发现 哎呀我干嘛从前活的这么累 我干嘛从前被锁在那个框框里的感觉 对 我觉得可以帮助大家 启发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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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视野 我觉得这还蛮好玩的 是 好 各位听众今天早上 志评非常荣幸啊 能够为您来访问叶中仪设计师 啊去年的他曾经为国庆设计了主视觉 那当然了 这个主视觉到后来 其实还有动态式设计啊 后来的为大家带来很多的震撼 啊今天我们非常荣幸也请叶中仪设计师 为大家从美学的角度来解构相关的作品 其实很重要的一点 期待大家期待大家不断的去阅读 或去看一看新的作品 为自己的视觉带来新的省思 我想这种新的美学的震撼 会为你的生活带来不一样的感受啊 我们非常谢谢设计师跟我们的连线 谢谢您 谢谢